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黄建国口中的理想国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的道城亚丁 这里矗立着三座雪山 他们摇手相望 彼此环抱 当地人称之为亚丁三神山 在当地人口中 这里是香巴拉清土 而古往近来 这里被无数人视为户外探险和摄影的理想国度 但由于高原极端的气候和地理条件 想要一堵三神山的真容并不容易 看三个神山 这个是什么 鸭 鸭卖云雪山 这个呢 鲜奶热 鲜奶热 这个时候下入多吉 下多吉 看见他们在这住的帐篷 都是奇彩祥银 这个是道成的神山 我从1978年就迷上了摄影 后来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还是放下的 2002年 和朋友一起去道成三神山 和朋友一起去道成三神山去转山 这次 这次又拍了很多以前曾经 拍到的更好的角度的照片 那年我已经57岁 然后身体呢 现在已经跟不上三神山的节奏了 所以说这次庆了以后 我就打算以后就告别理想法 2017年 为了参加一个摄影展 黄建国精心挑选了几张 他所拍摄的亚丁三神山的照片 然而一份偶然看到的杂志 却让已经阔别三神山两年的黄建国 再次动起了前往道成亚丁的念头 那个时候大概还有十天就要结稿了 我一种逃到1931年 美国国家地理的一本杂志 上面就描写 罗克先生的一些经历 在道成三神山的一些经历 还有照片 突然就看到那三座神山 在一个画面的这张照片 特别震撼 因为我以前 我虽然拍了一千多张 这个道成亚丁的这个三神山的照片 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 三座神山在这个画面的照片 根据杂志中 罗克提供的拍摄点位信息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 位于墓里藏族自治县西北方向的 加速色山上 黄建国决意拍到这张照片 用三座神山的合影 参加这次摄影展 就是这张照片 因为这个地方 我还是走过几次 走过几次 从来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可以拍到三座神山 因为这个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 最主要的是天气 万一当时我们走的时候 三座神山被影打住了 哪怕你是在它这个点 一模一样的在这个点 你都拍不到 所以这一趟来 我一定要拍到 这三座神山在一个画面的 这张照片 如果拍不到的话 是这个影展 我明天就不参加 为此 黄建国联系了 曾与他多年相伴拍摄的 藏族向导 组织晋山的马队 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 实现寻找神山的心愿 我看我们明天去准备 后天出发 可以吗 尽管距离摄影展的 截稿日期 已经迫在眉睫 但凭借多年行走 亚丁神山的经验 黄建国依然充满信心 前往一个 他不比熟悉的热度 寻找一个未知的拍摄点位 黄建国充满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太阳马上就落山了 今天这样拍下来 天气特别好 特别好对后面几天去找神山 三座神山在一起的这个场景 我应该是充满了信心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有确认位置在什么 但是我回去应该好好去查一下 该查根问题问一下 根据这个天气 后边两到三天 甚至三到四天 都是应该挺好的 所以我对这次拍这三座神山的场景 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走吧 我都不认识他 这两年是变化太大 家道欢迎了 来 握手 几天不见你了 老朋友 热烈欢迎是吗 都是老朋友了 我拍过你们几个的 老朋友都是老朋友 那是牵马的 给那个大海也牵马的那些 早 这是你妹妹吗 说 你还记得我妈 早 现在变化好大 遇到曾陪伴他拍摄多年的老友 黄建国十分兴奋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将再次踏上寻梦之旅 按照计划 三天之后 他们将到达预想的拍摄点位 黄建国的心愿就将实现 如果有这个可能 我午夜端不来 格区 杀 折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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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计划三天就可以到我开山的那个点 但是这趟初期看 这个天气特别不好 已经走了四天还没有到了那个山地 照这样的速度走下去 我估计参展的这个时间是感动上 黄建国的寻找并不顺利 此时变化莫测的天气成为了它最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多少次进入这个山山这个地段 头天下雪第二天打开帐篷 南天白雨全不清过来 所以高原的天气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下雨苗是什么瞬间 千变万化 所以我希望这个奇迹再次发生在我身上 难过 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拍到三座神山在画面的这个场景 但是我就想他只是听说一下 听说我们还要去找具体的范围在哪里 这些都不可确定 这影展的节导时间已经过了 我一直在想到底还要不要去 离开墓里 黄建国还是决定将寻找进行到底 从稻城出发 向木拉乡的方向 黄建国继续前行 那想问你们一下 我想在这个地方 去找一个看到 稻城三座神山的一个地方 这一片 好 我听说有 是在哪里 听说这个有个地方 可以看到 稻城三座神山在一起 两个吗 没有啊 他们说只看到两个 你看 这个一看到 笑着多记也看到了嘛 这个地方的村 怎么会对这个景点 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看来这一次找这个点 不会太顺利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听不懂啊 那边有个村子 到一个村子啊 有个村子 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呢 绑道村 什么 绑道 绑道 绑道村 你看那个山 那个山有个路嘛 好的 谢谢啊 谢谢最大个 来来 捂捂手 不用客气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照须带来 谢谢啊 谢谢啊 哦 有点希望咯 总算温道了 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 这个老天真的是 早上出来 万里无荫 蓝天 一点云才能美 才过了三个小时 就变成这样 嗯 嗯 确实下雪了 我来问一下 我要在这儿去拍 这些都成三座神山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三个都一起可以拍 拍进去 就是三个山都可以拍 拍在一个画面上 那边 今天拍不动吗 拍不动先 ticking 这个地方 你看 那他他 ENTRO 这边 不二 那一只 那一只 你把这个地方 我去拍摄 这个地方 我去吧 你把你拿走 把你拿走 要在那个过去那里看 就在这个前面 要过牙口 过了牙口 过了牙口直接过去 要爬上去过去 就这个山灯上 就是那个车是肯定不能开了 车是去不了的 就是人要上去 人要徒步上去 去到最高的那个点 就可以看到了吗 最高的点就看到牙灯的三个雪山 他们都说在这儿 应该是位置和方向是没问题的呢 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第一次来来到这个地方没想到这个点是个最高点 来到这周围360度都能看到 以后今天这个神残还藏在这个名物困里 没关系的 我可以等 虽然这个天气变化了 没有拍到的水山 但是呢 下了这场大雪 这些雪 这血厚的景色 秋季的这些红树啊黄树灌木都比较漂亮 所以说被这个白血压在上面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 现在特别近 山上的时候 哎呀 近的就让人就有一种 想家的感情 特别是 想我的小孙女 我可爱的小孙女 小孙女 你也想我 你很快点 你感着想我 我会弃大刀 我会把的小孙女 都还给想吃 我愿可以 跑跑就带子 我后会把两小孙女 我会给你 我会 我会 你 我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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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